农历年后蔡政府随即宣布 五位内阁人士一动 这一次的内阁改组 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认为 根本是老面孔大风吹而已 过去担任长官的 变成听命令的下属恐怕无所适从 批评是破坏政治伦理 这次人事变化主要就是 国安会秘书长 国防部长 从外交部长 陆委会诸位 全部换的人 但是换人逻辑很混乱 而且严重的破坏政治伦理 很明显的 这次人事调动是明显的向美国倾斜 面对前阵子 厂购卫生纸风波 以及物价掌声四起 部分民众对于这波人事异动 也说无感 应该还好 因为都一样 可能菜价跟卫生纸吧 基本上这一次的改组 是比较重国安 轻 内政 可是恰恰这一波 人民对蔡政府的怨言或者不满 就是来自于内政跟经济 跟经济名声相关的议题 众国安 轻内政的改组基调 是否适合 过去担任过内阁成员 前行政院秦府会主委的 李允杰则呼吁 蔡政府如果要抢救 低迷的民调数字 应该是要加强国内内政与经济 原始新闻喜故迪弗卢安 立法院台北市采访报道 本来是要加强国内政党的议题 本来是要加强国内政党的议题 本来是要加强国内政党的议题